大家好,我是Batman 上期减速考剧节目中我们比较了一下电影头号玩家中描述的虚拟头戴显示设备 和我们现实生活中已经实现的技术之间的差异 今天我们继续上期的节目 比较比较电影中的其他可穿戴设备和我们现有技术之间的一同点 首先说一句,看了上期节目的留言 很多同学都指出我忘了挂在脖子上扫描面部的设备,没有说 确实我把这个小玩意儿给忽略了 因为这个小东西在现实生活中还不是VR穿戴设备的主要发展目标 所以我也就没太在意 但是既然大家都提出来了,我们就也一起说一说 电影中在戴上头戴设备前,玩家需要先戴上颈部的装置 拍戴后它会自动扫描玩家的面部 然后玩家戴上VR眼镜,自动进入游戏 由此可见就像大家说的 戴在脖子上的小设备的功能类似于面部识别 识别出玩家的长相,然后自动登录该玩家的游戏账号 省去了输入密码的手动登录过程,快捷方便 但仅仅是为了省去登录这一步就要一直带着这个小设备在脖子上 我觉得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表情同步功能 在Oasis这样一个高规格的虚拟世界中 玩家之间的交流途径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语音和肢体语言的交流了 面部表情也成为了增强交流体验的一大要素 但不管是手套还是VR服装还是移动模拟设备 都不能满足将玩家的表情映射到游戏里边虚拟人物面部表情的需求 所以这个任务当然就是由这个小设备来完成的了 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我们的技术除了头戴设备之外 其他的手套、服装、移动模拟设备都还不是很成熟 所以大家还没有着重去完善表情同步这一块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表情同步这项技术 前阵子引起话题的iPhone X主推的Animoji 实际上就已经实现了成熟的同步表情功能 并且推向了市场 只不过目前的应用领域还仅仅是发个消息斗个乐而已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这项技术也会被应用到虚拟现实的体验中去 另外在正式开始本期节目前 还有一个小声明 因为本期节目中讨论的手套、服装 或者是模拟移动的跑步机 在现实生活中都是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 商业化程度非常的低 前景很不明朗 我也一直没有机会借公司的光能够真正体验体验 所以这期节目里边提到的内容 也都是我网上搜集来的 网上信息的准确程度我也没有办法保证 而且有的信息可能已经过时了 所以这次我们不谈具体的产品 只从我们已经实现的技术的设计思路出发 比较一下现实跟电影中的区别 如果有出现错误或者不准确的地方 也欢迎大家补充指正 首先我们来说说手套的部分 电影中描绘的触觉反馈手套 在外形上就是简简单单的 一副普通的手套的样子 但是因为电影这种表现形式的限制 以及电影情节的安排 我们也很难了解 电影中的主人公戴上手套后 会不会有触觉反馈 能不能感知物体表面的粗糙程度和温度 手套有没有利回馈系统 能不能感觉到手里是否在握持东西 但我觉得应该都有 毕竟电影里边描绘的VR技术 已经非常先进了 而且必不可少 肯定还会有手部以及手指的追踪 现实中的情况如何呢 从几年前VR设备兴起开始 时至今日 主流的成熟的手部追踪解决方案 仍然是靠追踪类似手柄的装置 完成玩家手部动作信息的输入的 这种解决方案相对简单 而且便宜可靠 但对应的 不管虚拟世界中是什么样的体验 玩家总是要手里握着个东西 而且玩家的动作输入 只能通过粗糙的整手的位置 和朝向的变化来实现 什么利回馈 触绝回馈 甚至手势识别 就更别提了 下层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硬件上的限制 也给软件开发者 在体验设计开发上 带来了很大的制约 但有需求就有市场 有市场就肯定有人尝试 最近一两年来 已经陆续有几家公司 推出了自己的带有触绝回馈的VR手套了 利回馈是通过外骨骼来实现的 手套上的每根手指 都连接一根外骨骼 模拟人手持过东西 是要物体对手指的作用力 至于手指度 手心位置的触感 则是通过一种叫做 Micro Pneumatic Smart Textile 智能微气动之物来实现的 说白了 这种材料 就像是很多非常细小的 泡泡纸上的泡泡 排列在了一起 每个小泡泡 都连接一个非常细小的TT刀管 通过程序控制 每个小泡泡 冲气或者放气 这些小泡泡贴合玩家的手掌 就可以模拟物体在手中移动 或者吃过东西时的触感了 据开发者说 他们已经把出局回馈的精度 控制在了毫米级的范围 还可以模拟不同粗糙程度表面的触感 开发者宣称 他们已经可以模拟雨滴 落在手掌和小动物毛发的触感了 可以说效果比起传统的 只会震动的手柄 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但是因为目前的技术 还不够成熟 这种大家所看到的 这种手套的体积非常的大 而且因为手套通过无数的气道 和线缆连接控制装置 实际上玩家的活动范围 非常受限制 出局反馈手套这一局 电影里边的技术 当然已经在飞奔了 我们虽然刚起步 但是可喜的是 已经有人迈出了一大步了 其实除了戴手套之外 还有一种手部动作输入方式 就是直接手势识别 头戴设备或者其他设备 能够直接探测手部 甚至手指的动作 手上不需要佩戴任何的设备 HoloLens和HTC Vive Pro 都已经可以做到了 非常的黑科技是吧 但这种输入方式的缺点 就是不可能会有任何的触觉反馈 毕竟手上什么都没带 所以这种输入方式 做得再好 探测的再精确 其实对于虚拟现实体验来说 也没有太大的帮助 这种输入方式 主要用于AR和MR领域 跟VR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里我们还是提一句 这种输入方式也是可行的 而且已经实现了的 但是我们就不展开说了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 电影中出现的服装 或者可以叫触觉反馈服装 这种服装的作用 也是直白明了 就是把虚拟世界中 作用在虚拟人物身上的力 还原表现在真实世界中的玩家身上 电影中描绘的技术原理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开发者主要有两种思路 来实现这个功能 一个是通过传统的振动 另外一个是通过微电流 振动很好理解 就像全身都带满了手柄 游戏中哪里被击中了 现实中相应的部位就会震动 模拟游戏里边被击打的效果 这种解决方案的优缺点 也是显而易见 就是技术相对简单 便宜更可靠 缺点就是震动位置和震动范围的精度会比较低 当然对于身体部分的反馈 我们究竟需不需要这么高的反馈精度 另说着 服装的体积上也会相对大一些 厚一些 除了震动之外 就是微电流了 通过微电流刺激相应部位的肌肉 达到模拟身体某个部位被击打或者被触摸的效果 这种解决方案的优势 就是你做好了反馈精度会很高 效果会很逼真 缺点就是实现起来会更困难 而且不同的玩家受到微电流刺激后 会不会有不同的反应 我们也尤为可知 不确定因素太大 但是不管是震动还是微电流 这两种解决方案 只能模拟身体被击中时的触感 至于实现击打力度的大小 和由于击打产生的身体位移 硬件上还是很难攻克的难关 最后就是模拟移动的设备 跑步机 现实生活中 我们也已经有好几种解决方案在做了 首先就是目前比较常见 也比较成熟的腕型跑步机 这种跑步机 底座是一个类似腕状的结构 玩家的腰部固定在机器的护栏上 脚上穿着低摩擦阻力的特制的跑鞋 固定住腰部 然后就可以开始跑起来了 跑步机通过鞋上的定位追踪装置 和追踪头戴显示装置 模拟玩家在虚拟世界中的移动 除了这种碗状的跑步机 现在还有一种跑步机也进入了实验阶段 就是万象传送带式跑步机 这种跑步机的原理也比较简单 主传送带由一截一截的副传送带组成 副传送带的滚动方向 跟主传送带是垂直的 玩家站在上面的时候 就可以在平面上往任意一个方向移动了 比起刚才提到的碗型跑步机 这种万象传送带式跑步机的优点 就是不用穿特制的鞋 玩家更有脚踏实地的感觉 但缺点就是惯性的问题难以解决 因为是机械结构 玩家在变换方向或者停下来的时候的惯性 以及相应身体受到的力 都是难以抵消的 而且由此造成的视觉和身体感受的不同 还有可能导致玩家出现恶心眩晕等症状 再有这两种解决方案 都只能解决平面上的移动问题 对于登梯爬高之类的场景 还是束手无策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你不能跳 而是不会感觉到高度上的变化 比如上楼梯下山这种的 这两种解决方案在电影里也都出现了 电影一开始 男主角使用的破破烂烂的跑步机 就是万象传送带式跑步机 而Ioi公司里Sixers使用的 都是看起来更高端的碗状跑步机 其实除了这两种方式之外 还有一种方式也有人在探索 就是在底部装上很多 可以自由滚动的小球 这样也不需要穿任何特制的鞋 玩家也可以在上面 向各个方向自由地跑起来了 只不过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话 那玩家怎么停下来呢 不是得一直跑下去了吗 不过跑几个小时 倒是能享受到不错的组底按摩服务就是了 大boss的那个椅子是啥 可能就像电影中说的吧 当然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设备 还有一家公司的志向更远大 在着手研发应用于虚拟现实的 全身外骨骼系统 不仅如此 还要加入触觉甚至温度反馈 尽最大可能模拟虚拟现实中的真实体验 对于这种敢想敢做的公司 我们真的就只能祝他们好运了 希望哪天他们真的可以在市面上推出完善的产品来 那肯定又会是虚拟现实设备的一个大飞跃 至于普通消费者买不买得起 先放到一边 成本都是逐渐会降的 就是希望那家公司能够活到那个时候就好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 算是上一期我们一共两期节目 看了看电影头号玩家中所描绘的虚拟现实技术 和我们现有技术之间的差异 当然如果大家硬要问我 那我们到底需要多久才能实现电影中描述的那种让人沉浸的技术呢 我肯定说不出来 不过现实和幻想之间的距离 一个是能不能缩小 还有就是有没有必要缩小 说白了也就是我们追赶的速度快慢 关键的还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如果市场反应强烈 那相应的技术肯定就会提升的快 因为做的人多 技术在那里取得突破的概率就更大一些 但是最近这两年从我个人的感受来看 实际上VR这个话题的热度是在往下降的 不管是在游戏娱乐领域 还是在商用宣传或者是教育领域 军用我不太清楚不好说 但是我个人觉得 普遍大家对这种戴着眼镜四周乱看的形式 已经没有那么新鲜好奇了 当今的虚拟现实市场 也进入了一个缓慢发展的阶段 但是最后究竟是会达到下一个高峰 还是就这么在沉默中死去 就不得而知了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两期完整的节目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也欢迎你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我是Batman 我们下期严肃考剧节目再见了 拜拜